哈囉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酷狗寶貝之魔兔詛咒這部電影 男主角華麗士跟他養的智商1800 除了不會說話 其他什麼都會的小狗男豬犬 是超級無敵好朋友 雖然兩人也常為了小事爭吵 但總是很快就會和好 那兩人目前住在一座 居民都很喜歡蔬菜的蔬菜小鎮上 並開了一間人道除害蟲公司 專門幫居民抓老愛偷吃蔬菜的兔子 對 這個小鎮上的害蟲只有兔子而已 總之這天半夜 兩人在家休息時 就收到了他們安裝在居民家的警報器的通知 知道又有兔子跑去偷東西吃 所以他們開著捕兔車迅速趕到居民家 先隨便用麻布袋套住兔子 再拿出夾子 輕鬆抓住偷玩蔬菜準備逃跑的兔子 那兩人保護蔬菜的英勇行為 也獲得了鎮上居民的尊敬 而且再過兩天 就是鎮上每年都會舉辦 比賽誰家蔬菜大的蔬菜節了 因此居民們更是在意自家蔬菜的安全 之後主角們回到家 把兔子通通關到小堅牢裡 還貼心的切紅蘿蔔給兔子吃 畢竟他們是人道除蟲公司嘛 隔天 兩人在吃早餐時 突然接到鎮上有錢人 女主角打來的求救電話 說他家庭院到處都是兔子 於是主角們就開著捕兔車 咻咻咻的趕到女主角家 並使用他們 每分鐘可以吸125隻兔子的秘密武器 兔子吸塵器6000 一次把所有兔子全部吸進機器裡 他身為動物保育人士 認為兔兔這麼可愛 怎麼可以殺他的女主角 就對男主角這種溫柔體貼 愛護動物的做法產生好感 馬上愛上了他 哦對 男主角也對他一見鍾情 接著主角們就帶著兔子回家去 只是目前他們抓到的兔子實在太多 小堅牢會要關不下了 幸好此時 男主角靈光一閃想到 他只要把兔子吸塵器6000 和自己以前發明 能改變思想的超級洗腦機 結合在一起 再吸收月亮光芒產生的特殊能量 然後讓自己故意想著 討厭吃蔬菜 並將這樣的腦波傳給兔子們 只要成功的話 就能把他們改造成不吃蔬菜的動物 丟到戶外去囉 那這個計畫 在主角們合力操作下 也進行得非常順利 不過意外總是來得特別快 正當男主角想拿書來看放鬆時 卻一不小心踢到了機器裝置 把目前設定為輸出功能的機器 更改為輸入功能 簡單來講 就是換男主角吸收兔子的腦波啦 而男豬犬健壯 便急忙拿板手打壞洗腦機 至於得救的男主角嗎 便立刻拿紅蘿蔔 給兔子吃做測試 神奇的事雖然出了這樣的意外 但洗腦真的成功了 眼前的兔子 對蔬菜一點興趣都沒有 讓男主角高興的不得了 還替他取名為哈奇 認為人類終於能脫離兔子的毒害啦 沒想到的是 到了半夜 月光已照到關哈奇的箱子時 哈奇就好像產生了什麼恐怖的突變一樣 輕而易舉的打破箱子逃跑了 另一邊 在鎮上的教堂裡 正在向神禱告 希望自己種的蔬菜 長得越來越大的神父 就突然聽到旁邊有什麼聲響 可怕的是 下一秒 就有一隻巨大的兔子怪物 跳到神父面前 把他周圍的蔬菜全部吃光光 然後就跳窗逃跑 消失在黑暗裡了 很快的 鎮上居民種了蔬菜 就截爾連三 遭到了兔子怪物的襲擊 全被他吃進肚子裡 畫面非常血腥殘韌 情況非常危機險惡 因此隔天 居民就把主角們找來 要他們趕快去抓兔子怪物 以免蔬菜被吃光光 所以主角們一路追查 馬上就找到了兔子怪物的腳印 也跟著腳印 一路回到家裡的地下室 並看到了破損的箱子 男主角一看也瞬間明白 兔子怪物就是哈奇 還推測出 一定是月光能量太強 和當時犯的錯誤 才讓哈奇變成 只要照到月光 就會變身的兔子怪物 反正男主犬趕快做了個 超堅硬的鐵箱 把哈奇關進去 事情就告一段落魯 怎麼可能嘛 事情當然沒這麼簡單 男主犬離開地下室後 就驚訝的發現 兔子怪物的腳印 其實不是通往地下室 他的房間啊 於是他開門查看 就看見裡面 到處都是吃剩的蔬菜水果 他也瞬間明白 兔子怪物其實是男主角才對 同時照到月光的男主角 又慢慢突變成兔子怪物 還跳出家跑到外面去 一路往今晚舉行的 蔬菜結上衝了過去 另一邊 在會場的居民 發現兔子怪物衝來後 都非常緊張 只有一個暗戀女主角的獵人 不重要 滿心期待 想射掛兔子怪物成為大英雄 讓女主角愛上自己 幸好男主犬及時追來 用一顆大西瓜 吸引兔子怪物的注意 帶他遠離人群 不過吸引到一半 因為腦波漸漸和兔子怪物融合 慢慢恢復人性的男主角 在聽到不重要 跟女主角爭吵的聲響後 就轉頭跳回去 打趴不重要 還把女主角抓到溫室菜園裡 保護他的安全 只是不重要也神乎其忌地追來 想打死兔子怪物 雙方就這樣 你追我跳的 一路來到頂樓 總之兔子怪物被逼到死角動彈不得 不重要則掏出槍來 蹦蹦蹦 好險男主犬 又及時開著一架小飛機趕來 用機身擋住子彈 成功救了兔子怪物一命 可是小飛機也失去控制 害他往地面摔落 兔子怪物見撞 就跟著跳下去接住他 兩人便狠狠地撞到地面上 同時 森七七的女主角 就拿了根紅蘿蔔 從後面打趴不重要 再跟男主犬合力 替他套上一個兔子不偶裝 讓居民以為他是兔子怪物的 追上去暴打他一頓 至於男主角的兔子怪物形態嘛 大概是受到嚴重傷害死掉 慢慢消失不見 讓他又神奇地變回人形 神奇地復活過來 而女主角也被他今晚的表現吸引 決定春此機會和他交往 最後 女主角成立了兔子避難所 把所有被抓的兔子 通通放出來 養在他家的後院裡 欸欸欸 那一開始幹嘛抓啦 然後跟男主角 過著幸福甜蜜的日子 電影就演完囉 那其實這電影還蠻有趣的 但我才不要告訴你咧 你就自己去看吧 看完後我就在想 現在 你知道養狗的好處了吧